上個禮拜基本上比較重要的就是 我們把一些函數做練習 像包含什麼REPT 像LEN LAPT 其實有做了一個LAPT跟AND 跟IF的練習 然後這邊的話呢 還有一個是MID MID配合那個LEN 然後取出身分字號 不過這邊有一個滿重要的概念 就是那個文字跟數字的不同 那記得前後如果雙引號的話 那一定是文字 在ESEL裡面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特別要注意 然後又利用那個 四個函數碼 IF CALL 然後TWIN跟SUBTITUDE 然後去做什麼呢 做中文跟英文的判斷 CALL的話主要是如果大於128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中文字啦 利用大概CALL這個函數 去判斷 那如果英文用TWIN 那如果中文的話去除空白 那就用SUBTITUDE 那再來就是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的話 我們也用兩個方法 一個是有REPT 用REPT跟LEN 方法一嘛 那方法二的話用TESEL 那TESEL的話實際上也是用那個 CHARGB幫我們產生的啦 實際上那 當然如果你每次跟CHARGB的對話 因為我的對話跟你們的對話結果 可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把我的那個這個結果 一樣會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當然我是覺得最終應該有些部分差異不大啦 尤其像什麼REPT函數這個啦 因為我想 那最重要就是那個 我是覺得CHARGB第一個 真的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因為以往 因為函數總數大概 以目前來看大概400多個吧 那400多個函數 你要每個都把它記熟 我想應該很困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現在因為有CHARGB輔助 而且我覺得CHARGB它其實真的還蠻可以幫上忙的 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問題應該用哪一個函數 組合成什麼公式 它會是 應該是最簡單的 另外的話底下還有相關的說明 你也可以把這個說明 稍微看一下 尤其是有一些函數你不太熟悉啦 然後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做了還蠻多有關那個 這個文字與資料類的函數的練習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向前推進 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寫一個是 VBA 因為 當然公式其實不算太困難 因為這其實沒幾個字啦 尤其用TESTER好像又相對更簡單一些些 但是如果你假設每天 或者每一段時間你就要 需要再做一次這樣的公式 坦白講還是有點麻煩 尤其是在更擁長的公式 那所以呢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把這件事情變簡單 所謂的變簡單就是說 我可以自己寫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我只需要給他三個東西 包含就是電信業者 門號區 馬跟門號末馬 總共三個這個叫參數 我給他三個東西 他就給我最後的手機號碼 其他就不用自己在那邊串來串來串那麼辛苦 可是目前這個函數不存在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 希望讓你的工作流程 更加的簡便好了 OK 那勢必你就需要 產生這樣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目前不存在 所以你要把它寫出來對不對 那這個過程就是你要自己去定義 那怎麼定義 也就是你必須透過VBA去寫 所以VBA的存在 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幫你把原來 不存在的功能 把它寫出來 大概是這樣 但是問題要怎麼寫 其實說真的 這個以往 如果要自己寫一個函數 那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但是因為有Charge VBA的關係 我覺得相對是簡單很多了 為什麼 你直接把剛剛的公式 其實甚至你不用重新再跟他講一遍 你只需要在底下跟他 因為我上禮拜是延續 延續前面的問題 我就不重重重覆再再講一遍 那我只是在這個問題的下方 直接給他一個敘述 請幫我改為什麼 VBA的方權程式 OK好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我希望你幫我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改為什麼改為VBA的方權程式 大概他應該就會懂了 不過特別注意 你要上下是連貫的 如果你上下沒有連貫 那你變成你要把剛剛這個問題 有沒有上面這個問題 重新再敘述一遍 有沒有 上禮拜我們是什麼 請幫我撰寫Excel工序對不對 把這個需求寫一下 當然你不用從 從講的情況下 你就在下方 直接再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為VBA的方權程式 這樣其實就OK了 老實說如果要重講怎麼辦 如果你要重講的話 其實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直接把請幫我撰寫Excel工序 這個關鍵字改成什麼呢 就是改成這個 改成VBA的方權程式 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知道說 我不是要給你公式 我是要幫你寫一段程式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我覺得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真的是很困難 現在我覺得簡單多 問題他真的可以馬上幫 剛開始我還不敢相信 這是真的 真的幫你寫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Function 因為VBA有兩種型態 也就是說 這樣你要解決問題的話 要不就是 幫你寫成像一個函數的使用方法 就是一個Function 另外一種就是類似像按鈕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把它寫出來 按鈕的話就是Sub 所以它有Function跟Sub 兩種 Function跟Sub 那我要的是Function 所以我跟他講 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 大概就這樣而已 其實關鍵是記得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變按鈕的話 你就改成Sub程式 如果你要一個函數 那就Function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把它送出問題之後的話 底下它就幫你寫出這一段程式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其實看起來應該是OK的 但如果你要驗證的話 你要怎麼驗證 特別注意 待會的流程很重要 因為它已經給你程式了 但是你千萬不要說你不會用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那等於給你也沒辦法 但是我是覺得它還蠻貼心 它下方有告訴你怎麼用 第一個的話它跟你講說 在Excel中按下ALT加F11 試一下 這個有沒有 加ALT加F11 F11按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跳這個東西出來了 OK 這個就是 Visual Basic 再一次 ALT加F11 F11上方 好這樣就跳出來 那我習慣喔 就是直接把它縮小 OK 這個把它直接縮小 縮小一點點 OK 這個 所以啦 反正如果按照它的 給的提示 你就是記得那個快速鍵 當然啦 你說很麻煩 要記個快速鍵 我記不太起來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那個 Visual Basic 固定讓它顯示 因為它這個是所謂的隱藏功能 如果你要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請你點選喔 在Excel上方 有沒有 在左上角 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箭頭底下有一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制定功能區 那制定功能區的右邊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開發人員 請你把開發人員打勾就可以了 那這個開發人員呢 實際上有點像是 它的隱藏功能 為什麼不直接就打開了 因為看這個名稱就知道 是For開發人員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話呢 表示說你現在已經升級成為開發人員了 因為一般的話呢 就使用人員 開發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上方就多了一個 叫開發人員的頁面標籤 有沒有開發人員 那這個開發人員 預設是沒打開的 OK 那你會發現 它沒打開之後的話呢 它的下方就會有一個叫Viro Basic 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啊 就是剛剛我們按LT加F11 同樣的道理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的方式把它打開 有沒有 一樣就可以跳進來 那你哪個方便呢 我個人是建議你們還是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 因為開發裡面還有別的功能 OK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會用到 所以 你說開這個嗎 再講一遍 這個本來沒有對不對 上面有個箭頭 然後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這邊不是有一個開發人員 打勾就可以了 OK 理論上應該 只要你們版本不要太舊 應該都會有 還有你用的是 如果是Mac 好像Mac不太一樣 Mac的開發人員不在這個地方嗎 對 所以你用Mac請各位自己再找一下 因為Mac 你說那用Mac一部一樣 其實95%以上都一樣 OK 但是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OK 也是可以新增 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 它就是跟Windows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OK 而且有一些功能好像沒有 OK 大部分都有 但是就是一點點功能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打開之後 接下來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已經給你 那你要怎麼用 好 關鍵來了 請特別特別小心 你將來VBA的程式 要把它貼到哪裡 OK 記得 請記得 請你在右 這個區塊叫專案總管 有沒有 叫專案 這個區塊 那這個區塊裡面 不是有一個 類似像一堆工作表 什麼什麼有沒有 請你在這個區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把程式貼到模組 按右鍵 或者是在這邊按右鍵也可以 反正你在空白處按右鍵 它會出現有一個叫插入模組的一個選項 OK 就這一個 很重要 以後的話呢 你說程式要貼哪裡 那其實就是VBA的模組裡面 所以特別特別注意 那只要空白處按右鍵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講慢一點 因為你這樣如果貼錯位置 那你的程式就不會被正確執行 大概就這樣而已 其實不用記太多 這個記起來 OK 好啦 所以以後 你要進入到VBA的這個世界 記得喔 第一個一定要把環境叫起來 第二個的話 按右鍵插入模組 插入模組之後的話 請你把程式貼上就可以了 那我這段程式 因為它已經給我了 XGP已經產生了 在下方 那我就按一下 複製程式 或者是說啦 這段好像我記得 我也要把它貼到那個 我的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邊吧 OK 這裡好像 在雲端白板的第12頁的地方 下方這邊也有啦 反正你貼的技巧 記得就是從 Function 選的話一定到End function 它的頭一定是Function 尾巴的話一定是End function 記得啊 你有頭要有尾 OK 你有頭沒尾那就一定會出錯 OK 好 那就這一段 你可以把這一段 我是TrallyBee給啦 我用這一段也可以啦 複製 那把它貼上就OK了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它的名稱就叫Format Code 所以它的 Function的名稱叫Format Code 那我怎麼用 接下來的話呢 好 我的電腦裡面就會有一個 函數 叫做Format Code Format Code 應該 反正這個Format Code 實際上就是 把手機號碼產生就對了 好 貼上之後的話 那怎麼Run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切到 上個禮拜這個檔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上個禮拜你交的作業 再下載 我們繼續延伸 然後呢 請你把綜合練習 這個部分 再把它再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了 就是拖拉 向右拖拉加Ctrl鍵 OK 那就是原來的 然後再2跟3 那這個3的部分的話呢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原來的東西清掉 原來這個地方上面有一些公式 那底下你把它 清不是叫你 以前這樣用選的 往下選 我覺得比較沒那麼聰明 我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游標放在14 然後按下一個組合鍵 叫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按住之後 再按向下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方 你按Delete鍵 這個範圍的資料就不見了 有沒有 這個組合鍵 我真的蠻建議 一定要記下來 因為如果不會的話 那要選範圍很麻煩 因為慢慢選 先游標放14 Ctrl Shift 然後再按向下 再按Delete 好 那接下來因為我剛剛不是貼上了一個 函數 那其實它就幫你寫好了 OK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Run 它已經給了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能夠Run它 很簡單 接下來的話 請你一樣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的時候 之前我們是選文字類對不對 不過因為我們自己寫的函數 它就會多一個類別 叫做使用者定義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貼錯位置的話 理論上一定會看到一個叫使用者定義 而使用者定義裡面的話 也一定會多一個函數 叫做format code 有沒有 使用者函數 叫做format code 這邊有個form 這個format code的話 實際上就對應到剛剛format 那個什麼 Function後面的名稱 這個名稱是可以改的啦 不過好像我們電腦裡面好像 學校又有裝很多其他的 不管不管 反正我們就是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其他的 因為我們電腦裡好像學校 有其他課程有寫了其他的函數 不過不管 我們就用format code這個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理論上它會跳三個參數 請你填選資料 有沒有 再一次 因為我剛剛動作太慢 它會稍微卡一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的名稱就F4 F4不就是這個 所以你用點選給它 那我就把F4給它 那G4就點G4給它 H4就給H4 有沒有 一個蘿蔔一個坑 然後三個填完就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的手機號碼 就馬上出現了 那底下怎麼填滿 一樣 選取這個儲存格的 右下角有一個空點 這個叫空點 那只要它的游標 白色變黑色 快點兩下 它就底下全部填完 那這件事就做完了 OK 那最大的改變應該看得出來吧 之前的公式 馬上變成這麼短 有沒有 本來的公式是一長串對不對 現在的話 因為你自己制定了一個函數 所以呢 它馬上就把這個F4 馬上變得非常的簡短 OK 相對啦 就簡單多了嘛 不用在那邊計半天 還要什麼 串09 還要串11 還要串什麼串什麼 中間還要減靠 不用 它已經幫你都弄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今天 慢慢升級成VPA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大概剛剛的步驟一 你先把雲端上面 或者你可以自己用TracyBT幫你 如果沒有 你也可以用雲端上面的這一段 第12頁的地方 雲端白板上面 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檔案 第12頁 你就捲軸這個往下拉 找到第12頁 應該第12頁 記得把Function跟End方面選起來 Ctrl-C 在Ctrl-V記得貼到那個 貼的地方記得一定要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Visual Basic 這邊有一個模組 OK 這個模組是我剛剛加的 如果我把它移掉 按右鍵 這個把它移除好了 Fold 如果你沒有加是這樣子 如果你加的是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再把程式貼上 貼上就OK了 其他先不要管 因為後面其實我們還可以再修改它 只要你有貼上貼對地方的話 那再來你就直接在哪裡呢 在你的 這一個 E4儲存格上 你就可以插入什麼 把它比例的掉 你就插入函數 這邊不是 之前是直接找文字對不對 那如果假設你貼沒貼錯位置 應該會看到使用者定義 那裡面應該會有個Format code的函數 你就直接用選的 1 2 3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 向下填滿 那你的事情就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每天都要做固定那些事情 那你就把它寫成固定的 function 那以後的話你就插入那個 function 你就把事情做完了 簡單多了吧 OK 所以我是覺得 像這種比較固定的流程 其實很多企業每天很多人都要做 但是如果它不會用那個 制定函數的方法 那真的很浪費時間 很花時間 也不能都浪費時間 它每天就要做很多的土法煉鋼的事情才能完成 那當然如果可以簡化流程的 OK 那當然就應該會效率大大的提高 好吧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因為有CALGB的輔助 其實我們沒有寫到程式 但是你要會用程式 OK 試試看